怪手挖起土石殘骸 牆壁和机器全都扭曲受损 乌克兰火力发电厂遭到俄罗斯强力袭击 原本工厂一台机组可以为十到十五个小镇供电 如今生产被迫停止 传出乌克兰至少有八座发电厂和数十个变电站被摧毁 两百多万人的电力 暖气甚至自来水都被切断 不过位于俄罗斯境内也有炼油厂和无人机工厂遭受攻击 但这一次可能不是来自乌克兰 根据外媒报道疑似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 南部军区前副司令古鲁列夫的一则谈话录音流出 表示这一次袭击可能是从中亚西北草原 也就是哈萨克所发起的 因为过去几年哈国持续违背俄罗斯立场 古鲁列夫声称打完乌克兰之后 哈萨克将是俄罗斯下一个作战目标 虽然哈萨克国防部回应这次袭击与他们无关 俄国杜马议员的态度也不能决定下一步俄军进攻方向 但由于他在俄军中极有地位 恐怕无法改变俄罗斯将矛头对准哈萨克的事实 三零新闻 徐国宏 李孟山综合报道